大家好,我是八戒 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 今天是2020年8月11号星期二 今天民主党那边传来个消息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乔拜登 选了一名女性的副总统的候选人 作为他的一个竞选搭档 这位副总统的候选人呢 名字叫做卡玛拉哈里斯 那关于这个卡玛拉哈里斯 他有一些什么样一个背景呢 八戒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首先呢 他是一位黑人妇女和亚裔的妇女 因为呢 他有这个印度裔和亚美加裔的这个血统 他目前呢 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 他目前的这个职位呢 是加州的这个总检察长 他是一个刑事法律出身的一个总检察长 他也是对于这个加州的这个整个的刑法的推动 刑法的修改 做出了相当大的一个贡献 那目前呢 乔拜登为什么要选择哈里斯 作为他的这个竞选搭档呢 乔拜登打的这手牌 是不是非常的一个精妙呢 巴结来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首先啊 乔拜登他比较的受制于一些右派的一些媒体 或者是整个的这个美国的一些媒体 给他的定的一些标签贴到他的身上 乔拜登身上有哪些标签呢 比如说第一张标签 就是他有这个恋童癖 网上面有人曝光啊 他有这个倾向于喜欢这个十几岁的 或者是头十岁的这个小孩子 他有这种恋童癖的这种存在 另外一个方面呢 他对妇女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言论 也是非常的不客气 非常的不友好 这也是饱受大家批评的 另外一个方面呢 他也是在前期发表了一句话 就是说如果你是黑人 你还不选我作为这个美国总统的话 那你还叫黑人吗 他是在这个BLM上面发表了这样一番 无脑的这样一个言论 因为他的这句话 已经把他的整个的这个功利的这个政治立场 作为了一个倾斜 就是他好像是给这个黑人 给所有的黑人群体去贴了一个标签 好像就是说你这个白人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就是能够完完全全代表了这个黑人的利益 你能够就是说所有的黑人不选你 难道他们就没有别的人可以去选了吗 难道你就完完全全代表黑人的利益吗 你就是为这个黑人的这个利益去发声吗 根本就是说有这种质疑的这种声音的存在 你不可能说这个虽然大家不喜欢这个目前现任总统特朗普 但是也不意味着这个所有的黑人都会去把票投给你 因为黑人他也是有他自己的这个利益主张 有他自己的这个利益数学的这样一个存在 他完全明目张胆的说这句话呢 对于他整个的这个大选的这个进程呢 也是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句话呢可能会在将来被这个川普的竞选团队 会大家的这样一个喧嚣进行一个发酵 那目前呢他选择这个 有这个黑人血统的这个哈里斯女士呢 也是弥补了他目前这个短板 所以呢这个乔拜登他打的这手牌 可以说也是相当的一个精妙 相当的一个巧妙 哈里斯呢他其实在2019年2月份的时候呢 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进行初选的时候呢 他也是主动的站出来 要去竞选这个民主党呢这个总统的这个初选 他也是跟拜登进行一个同台的一个竞争 他当时在一些政策上面也是抨击这个拜登 也跟拜登相当这个争锋相对 处的也是非常的不友好 但是呢后来呢他在2019年12月呢 他就整个的退出了民主党总统的候选人初选 所以呢他根本没有跟这个进行一个总统候选人进行一个辩论 他就退出了这个民主党总统候选的这个初选 整个呢就是大概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呢他退出以后呢 他就转而去支持这个乔拜登 目前呢乔拜登他可能也是收到了这个哈里斯女士的整个的向他进行这个效忠 因为要副总统毫无疑问的要向这个总统要表明一个忠心 在政治上面要完完全全的要服从所有的总统上面的一些指示 这样的话呢他们双方之间才能配合的相当好 如果一个副总统的候选人跟这个总统的候选人双方之间 在某些政策上还有一些分歧的话 双方之间肯定不会配合的相当好 在未来当中呢肯定会受到一些挑拨离间啊 或者会受到一些这个相互的一些干扰 这都是非常大的可能性 那目前哈里斯呢他也是多次的在公开场合 向乔拜登效忠表明他的忠心 表明他非常支持乔拜登 所有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的一些言论 那目前呢有一些消息呢也是不利于乔拜登 因为乔拜登在最近几次的公开站出来 发表一些言论上面 大家都会质疑 川普呢他也是一再的质疑 乔拜登是不是有这个老年痴呆 因为川普呢他也是做了这个治理测验 川普已经通过了这个治理测验 说明川普呢他其实也是70多岁 那乔拜登呢比川普还要大一点 但是呢川普呢就一直在质疑乔拜登 是不是说话说的不好了 嘴巴不利索了 脑袋关反应也不灵光了 他也是一直在讽刺乔拜登要去做这个治理测验 证明他没有这个提前性的这个老年痴呆 这样一个症状 因为啊美国总统 他肯定每年要接受定期的这个身体体检 证明他所有的心智啊 所有整个所有的这个逻辑思维判断 以及身体上的一些机能性都是OK的 才能够胜任这个美国总统这样一个岗位 因为美国总统这个岗位啊 可以说是任务量是非常非常大 赚的钱也不多 任务量也非常非常大 川普呢他上任以后呢他每年就拿一美元 这样一个年薪 其实美国总统呢他的年薪呢 大概是四十万美元左右 但是川普呢他是这个亿万富翁 他也就象征性的就拿一美元 目前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共和党方面呢 川普还没有获得共和党的这样一个背书 共和党呢可能会在下一周 会向这个现任的总统特朗普 发出这样一个背书 就是委任他代表共和党 跟民主党进行这个最终的这个总统这个竞选 当然了还有一些小党 那小党呢就肯定不会在这次大选当中获胜了 一般来说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 双方进行最后的这个角逐 那作为川普这边呢 他目前也要去选一个他的一个竞选搭档 他会不会去选这个副总统彭斯呢 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 因为目前呢也从市场当中呢也传出一些消息 就是可能这个川普他要换掉现在的这个副总统彭斯 他可能会去选择其他一个他比较中意的另外一个候选人 作为他的这个副总统的这样一个搭档 因为彭斯整个在他的这个任上呢 彭斯跟特朗普两方面的进行一个搭配呢 可以说目前也没有看到太大的一个矛盾的出现 只是说这个在伯瓦顿的新书当中呢 能够看到这个彭斯跟这个特朗普之间 双方是有这个矛盾的披露 双方之间是有这些勾心斗角的这种情况存在 在这个伯瓦顿的这个新书当中呢 蓬佩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跟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呢 也是之间相互在背后说过一些不友好的话 双方的之间呢可能也有一些不太看得过去的一些地方 这都是他在书中暴露出来的 目前也没有得到其他人士的方面的一个一个佐证 当事人呢目前也是对于这样一种说法呢 给予一个否认的一个态度 所以目前呢特朗普呢到底会不会继续选择彭斯 作为他的这个竞选搭档呢 还是说按照坊间的流传 蓬佩奥就是目前美国的国务卿 作为他这个竞选的搭档呢 这都是尤为可知 目前可能川普的女婿和川普的女儿 伊万卡和这个库什纳 可能他们不会建议川普继续的这个 跟这个彭斯进行相互的搭档 彭斯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派的一个人士 他的这个保守的理念 可以说比川普还要保守 是一个坚定的一个保守主义者 那他们的这个库什纳和伊万卡呢 可能会建议特朗普选择一个 比较中性的一个候选人 作为他的一个竞选搭档 可能更加利于特朗普在这个竞选当中 可能会有一个优势的这样一个地位的一个存在 一个彰显 不管是他行政方面的一些命令啊 还是他这个公开场合发表的一些言论 都是保守所有的媒体的这样一个炮轰 所以川普会不会选择一个比较中性温和的呢 跟他进行一个互补呢 还是会继续选择彭斯这样 或者是蓬佩奥这样极右的 极度保守的这样的人士呢 跟他作为一个竞选搭档呢 这要从他的整个的这个竞选团队 整个的这个模型 数据模型啊 或者整个的 或者是民意测验民调这个模型 肯定要去做一个全盘的一个估模 因为呢 整个目前民调呢 是非常不利于川普的 那今天呢 可能民调呢 稍稍的有一些回声 川普的民调可能稍稍的 有一点点追赶上来 但是呢 距离这个拜登 还是差了一大截 所以目前整个呢 呃 民主党方面呢 基本上这个竞选的这个模式 竞选的这个搭档 整个这个套路都已经摆出来了 大概就是走这个两条条走路 要把他拜登的这个短短板 给他补上来 那川普呢 目前他这个短板呢 就是大嘴巴 他这个大嘴巴这个短板呢 需不需要靠一个比较温和的 比较双方都能接受的 比较愿意讲好话的 这样一个副总统搭档呢 给他这个抛出来呢 能够搭配他两条条组统呢 还是继续选择蓬佩奥 还是继续选择彭斯 作为他的这个竞选搭档呢 目前都尤为可知 可能在下一周 在8月15号左右 可能就会有一个定论了 好 那这期节目呢 巴基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就是关于整个的这个美国竞选 美国总统大选候选的这样一个情况 有想交流的朋友呢 请在底下评论就留言 或者给巴基私信 喜欢巴基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关注 油管的朋友呢 请订阅简单评论关注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